龍腿火氣 大家好 我是祝豬哥 今天再度幫您介紹的這台 本田Honda CR-V 5.5代 就算現在最灰燈的車 新車是HRV 以及6代CR-V 外觀已經在網路上公開了 但我覺得現在買完手體 5.5台的CR-V不一定不好 但如果你要成為準車主 今天要告訴你 無數车主曾經實驗過的 八大CR-V 氧口的遺訣 带你来看 还有这个CRV呢 它还有这个传统的机油尺 可以让你随时检测机油脏的程度 以及机油容量如何 但原厂建议的是0W20的机油的黏度 但我个人会建议你 如果说今天里程数 超过了3万到5万公里以上之后 这个机油你可以换成稍微黏一点的 5W30或是0W30 甚至用到5W50都没有问题 但记得年度越高 车子越需要进行热车 因为这台车 它是全新世代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机油道比较小 CRV它搭载是前麦花城后多连杆的弦调 但不打车主反应 它的麦花城上座的轴承会出现异音 原厂设计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防尘盖 记得哦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防尘盖千万不要丢掉 因为盖着防尘 攸关你麦花城 避震上座寿命长与短 CRV的引擎有一条管子非常重要 就是这条PCV的油气回收管 因为高温加上它有负压 所以这个管子很容易脆化 因此破裂 万一破裂的话会导致你整个引擎的怠速不稳 或是引擎转速上上下下了 因此这条管子需要格外的进行造回 CRV三个等级 不管高或低都有搭载原厂标准的HONDA SENS 但前面这个毫米达雷坡 以及后面挡风玻璃 上面这个反应的镜头 都必须要时常保持上面的镜头干净 不然会影响到你的ACC跟车的准确度 CRV5.5代前面的刹车卡前是双活塞 不同一般轿车的单活塞哦 但是原厂它所搭载来令片的等级略显不够 摩擦碟盘之后的碟盘过热变形 却没有发挥刹车力道 因此我建议新车一来 先把来令片换成金属烧结的等级比较高了 另外保护碟盘不会变形 其实CRV5.5代虽然它是涡轮增压引擎 但加9.2以上的无清汽油就可以了 但是过去曾经有少数的CRV5代的车种 发生汽油帮扑故障的原因 但只是少数了 现在到了5.5代之后 相信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CRV大家觉得非常好用的地方是 当你打右边的方向灯 它会出现Line Watch盲点的显影 非常好用 但是它的360度环景 这个萤幕本身 它的画质不算太高 而且这还必须要选配 这是AVM系统 后面这个椅子没办法 这样子像HRV一样 整个翻起来 Ultra C没有 它椅子就是固定住的 这少了一点功能 它只有椅背 64分离的功能 而且它这个椅垫本身是会往下浅的 往下浅的 然后后面呢 这行李箱空间可以完全平面 但是它没有Ultra C 这是CRV5.5 跟最新世代的HRV 以及Fit不一样的地方 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了这个自动跟车 就是HONDA SENSING 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功能呢 全部都打开了自动跟车 但是呢 由于现在是这个大雨之中 刚刚有第一班的提到 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 在大雨之下 或是呢 它前面的这个豪里达雷波 以及镜头呢 如果脏污的话呢 它感测这个车道线会比较不灵敏一点 目前呢 它的自动跟车的车速呢 是跟得很好 但是呢 在这个快速道路上面呢 因为大雨 以及加上我们车头 又好比达雷波呢 上面有点脏污 所以呢 它目前车道线 倒是没有扫描出来 但是呢 这个CRV最棒的地方是呢 它就算是入门版的 97万9的 这个所谓的VTI入门车型 它也都全车系标配了这个HONDA SENSING 它不只是105万9以及115万9有搭载 它97万9也就有HONDA SENSING 这是不错的 而且呢 跟现在这个所谓HONDA的HRV呢 其实功能非常的雷同 但是可能是因为世代的关系 所以呢 在大雨或是有脏污状况之下呢 它的车道线扫描 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灵敏 那现在我们把场景呢 移到这个山路上面来试一下 前后门冲 现在排进了S檔里面 其实这一颗1.5的地球梦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193D 24.8公斤的扭力 在它刚出来刚推出的时候呢 我个人觉得呢 真的是高转速很活泼 那一种增压起来的感觉呢 也不能说它暴力 但是呢 的确比起了自然进气的引擎呢 来的反应好非常多 有点像是2500cc自然进气车的那种感受 而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涡轮增压车的感觉 但是呢 它的这个扭力呢 24.8公斤呢 也可以在2000转到5000转之间呢 形成一个扭力平原 但我觉得这台车引擎反应非常的活泼 但是呢 现在试起来才觉得 其实搭载这个变速箱呢 模拟七速的CVT 无断自动变速的变速箱 我觉得 它的确就有点像是你在家里骑那种125机车 你瞬间想要加速 想要kick down 吹 但是有点像是骑125机车一样 吹油门 结果会缓一下 才往前冲 而且那个冲力 也不是非常的有暴力感的一个冲力 而是一个很顺的上去 真的不像涡轮车的感觉 那与其说在眼前不像涡轮车的反应 倒不如说 这个模拟七速的CVT变速箱呢 让它整个眼前的反应缓了下来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到现在2022年 它也是不弱人后呢 因为毕竟它现在用的后面还是多灵感的悬吊 而且它的引擎本身 虽然说没有48V轻油垫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以一般的代步车来讲 涡轮增压就必须要比一般的自然经济车 更稍微多点心力来照顾 所以少了48V轻油垫 虽然会换来有一点点的TurboLag的感觉 无法弥补你低速的扭力 但我个人觉得后续维修 48V轻油垫少了它 你的维修起来的成本会少非常多 现在就算是CRV的6代 它已经在国外曝光它的外表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 如果入手CRV的5.5代这个玩手体 我个人觉得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以代步来讲的话 这真的是一台非常好开的车 而且本田车这个做起来就是人设基因 方向盘的高低 椅子的高低 真是棒啊 这真是本田的强项 你知道吗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PATRO四轮驱动 真的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啊 400T啊 51公斤的流力啊 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 最热门的新车长鲜 它又没有在客气的 它真的就直接甩尾了 踩在那边 它直接进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灵敏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这么拉起来不费力的 這邊 哇 超級深的自動空間 它的真正的維俱呢 是這一邊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套登到十里面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一天你用兩百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